直接海污姆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各国志工都来帮忙 包括知名的日籍建筑师在这里也协助搭建了这些空间 可以看到采用的是防火的莲木以及这个硬直筒 很短时间又顾及了安全也顾及隐私 波兰海污姆难民收容所空间宽敞环境干净 还有小孩抱着猫躺在床上对镜头笑了笑 因为战火被迫逃离家园的他们 这里有的吃有的喝更有人情温暖 而这收容所还有科技的秘密武器 萤幕上即使显示收容人数一进一出都标记清清楚楚 方便人员控管也能随时掌握状况 目前有600多人而这几天安顿好离开这里的也高达2300多人 每天都有约1000人涌入海污姆 人口只有6万人的城市能负担吗 特别是隐私人的城市能负责了社会 因为他们有更加更加工具的 更加工具的地方 因为他们有空间的地方 有空间的地方 这种地方是居住的地方 这种团队独自家专访海污姆 市长人口不多的小城市 尽全力想协助难民 市长也像欧盟喊话 难民来为了保障他们的权益 当地护震事务所也忙到翻调 平均一天可以完整处理五百人的资料 护震事务所人员不喊累 因为他们知道这不单单只是文书作业 而是救人一命 TVB的新闻 红富华 刘婷婷 波兰 从报道